歡迎收看 媽媽好學 拍得跟小孩玩什麼 好學媽媽出奇招 但說能玩出什麼玩法 其實仔細研究一下真的有很多玩法 我放旁邊它不會破 最後一次也要玩 這個遊戲其實花不到大概20塊吧 在家裡可以做投籃機給小孩玩 設定好了之後再把它立起來 好厲害 好厲害 它可以讓小朋友去自己選它要的顏色 它自己補它真的會珍惜 它會覺得我是老闆 對 爸爸媽媽照過來 玩到沒招還可以這樣玩 一面節目邀請到六位好學媽媽 一位老公代表 以及兒童界天王香蕉哥哥 分享編出跟孩子遊戲的新招 到底媽媽們如何發揮創意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謝謝 常常看我們節目都知道 我們要常常陪孩子玩對不對 對 陪伴就是對他成長大腦最好的幫助 就你們這些專家說 陪伴最重要 於是很多媽媽 那我陪他看電視看他可以放棄嗎 這麼快就墮落了嗎 中間有一個掙扎期 好 掙扎期 掙扎期 掙扎期是很努力的想要陪他 寶寶我們來玩這個好不好 爬走 那我們來看書吧 死掉 那我們也來冰冰塗吧 對 然後他就把他放在嘴巴咬 不要吃 好 搞完後來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他進來現場 好的 所以我們今天呢要這個 不能只是講原則 我們要教大家招數 所以其實今天就跟他講說 用什麼方法 然後可以不用花太多錢呢 然後呢 就可以避出新招 讓小朋友呢 跟你呢每天過得快樂的日子 哇 親子很合得 手也很絕條 感覺下一個要玩的是麻將嗎 請問你 你都跟小孩玩什麼 就是盡量 就是他喜歡都陪他玩 但是我覺得他喜心厭就的程度 我不知道有沒有任何媽咪的孩子 跟我一樣是這麼誇張的 你知道那種 你看到他拿到新玩具的表情 是那種如獲至寶 眼睛八卦 然後謝謝媽咪 謝謝爸爸 然後大概15分之後 你就把發現那個東西 就被丟到腳 然後我想要都三個 對 然後問他說為什麼 他就說 嗯嗯 我想要玩這個 他就轉移注意力 然後呢我就擔心說 以後如果他交女朋友的話 哎呀 我倒讓我善 然後呢他在兩歲的時候 我幫他買了這個玩具 因為想說媽咪都要培養他的韻律感 欸請問一下那個球跟敲的咧 嗯 先收起來 我懂 因為是可能是謀殺的工具 喔喔喔 你先收起來我是不見的 你知道為什麼 你先放底下 對 很容易 因為這個東西怎麼玩呢 就是你這樣放進去 然後木球 咚咚咚咚咚咚咚 它不會這樣很 摔下去它會有聲音 對 愉悅的節奏 可是我兒子咚咚咚 十分鐘之後 欸 媽咪 然後 這什麼好意思 還好他兩歲的時候 力道很大 沒有 然後我一發現覺得不得了 嗯 想說他應該不會再試一次 咚 欸 哇 我說不行了 他再大一點一定有問題 不不不 你要想他以後就是王健民啊 不是啦 你真的是喝腦了 很大的力量欸 好 所以我應該趕緊把球在那邊 對 他要找出來 所以呢我就趕緊把這一組收起來 可是玩了沒幾次他就不玩了對不對 欸 那我有好奇那後面這個是什麼 喔 這是我自製的東西 OK 因為呢他在三歲的時候就變成很迷那個小火車 喔 湯叉叉小火車 喔 然後這是一個小軌道迷 然後呢我就發現 欸 這東西不是長得很像軌道嗎 對 很像 很像軌道 然後呢我就可以讓他這邊滑來滑去 還有音樂 然後呢 這個是那個雙面膠的膠帶 一邊呢我貼了那個白紙 所以這邊是沒有黏性 只留了一小鑽是很黏性的 上面有黏性的 然後開始貼貼貼 OK怎麼貼呢 這樣子 喔 這樣子貼 喔 這樣子貼 這樣很像洗車場欸 對 對 我幫我現在想這個事情 你老公開始收得多 欸不是你老公中車的毒 你也中車的毒啊 反正就這樣 然後呢就可以讓他比如說 這樣子 然後穿越到火車裡面 哇 就有那個滿足感 而且呢 這個東西還可以這樣子玩 就是我把這個東西架著 就這樣 喔 其實小朋友是很喜歡這種身上 我覺得很有趣 然後又軌道又穿山洞 喔 但這大概撐了 五分鐘 五分鐘 有啦有兩天 喔真的喔 兩天 那還不錯啊 本來這已經是放在倉庫裡 就很藏起來了 對 所以我後來又發明了一個 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 更好玩 而且就是全家可以一起玩 唉唷 而且還可以鬥智的 唉唷 來介紹看看囉 可以的新招是 這個 彈珠 彈珠對不對 大家想覺得說 欸彈珠能玩出什麼玩法 嗯 其實仔細研究一下 真的很多玩法 首先就是準備一個 嗯 就是彈珠嘛 而且彈珠有大有小 大的小的都有 大的可以害人啊 等一下我們就知道 好 教一下教一下 那個水就是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是不是要幾歲以上才能玩 因為彈珠 是 三歲 三歲 對 只要這個大小 小於那個捲筒衛生紙的洞 通通都是三歲 三歲 好了解 三歲一下你可能要一直盯著它 喔對對對 千萬別吞下去 千萬別吞下去 你們都挖出來 對 然後一個杯子 喔簡單 嗯 家裡的這個麵紙呢 大概你就是把它弄個三張 它不是一張會有兩層嗎 對 多抽個一張 OK 增加它的韌性 嗯 OK 兩張橡皮筋 這好像玩唐柏虎扁秋香的遊戲 很像喔 很像喔 然後套 這樣瀑布年紀了啦 好像是耶 最好你們沒玩過啦 那你竟然別吵 我們都是知道 接下來這個很重要喔 你套橡皮筋進去的時候記得壓一點點的 喔 好 好 然後呢 用手指 嗯 隨便你要幾根手指 OK 弄絲 沾一下 沾一點點 弄絲一點點 對 好 這樣可以 然後呢 欸 我們要看就是你要拿幾顆彈珠 這個牌是什麼 這個是扑克牌 扑克牌 或者是你家裡有任何的數字 比如說小骰子啊 只要弄出數字的都可以 看你骰到幾顆就對了 看你抽到幾顆 好吧 誰要先抽 我先抽來 你就有第一張吧 3 3顆 好啦我先放啦 3個小的 不要太壞 好 蛤 我要最後嗎 我當然喔 你自己發明的遊戲讓你最後嗎 其實你真的還蠻久的對不對 是啊 那我來玩 我剛才起來嗎 喔1顆 1顆 那當然就是那個 這張顆啦 搞不好就那一顆 就差不多了 我跟你講我夠重明 我放旁邊它不會破 滾下去 是這樣嗎 好緊張 誰要讓我抽 這好緊張喔 你自己抽吧 我好像最多幾顆 來個10吧 對 2顆 2顆 欸 那個牌的數字應該不能夠弄太大了 對 其實它都是3跟1跟2 應該都是5顆以內吧 我還是小的 那旁邊看都緊張了 不好意思 等一下 來 拚了 最後一次 2顆 大的 不要 還好啦 好 OK 好緊張喔 2顆 2顆 選小的 沒有 沒那麼容易的啦 我先拚旁邊 它那底下 最後一副 我覺得 這個很強的 YES YES 2顆 我絕對是10顆 3顆 1顆 超級 4顆 5顆 5顆 6顆 5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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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g都出來了 你要去看嗎 沒有啦 我們是裁判 他剛才有加水 所以是他不 對啊 我就是想要讓他快一點破 這種很討厭 沒有啦 所以其實 搞不好還可以變化型 就是裡面有鬼牌 鬼牌是要加水 鬼牌譬如說就是 你彈珠然後你滾一點水 再放下去 對 這個方式就是抽到鬼牌的人 然後可以指定 可以這樣逆轉 對 或者是 只能拿大顆的鬼牌 就是三顆大顆的 對 而且我老實說這個遊戲其實花不到 大概二十塊吧 我說真的 二三十塊 三珠要點錢 剩下其次都還好 對 而且其實還蠻刺激的 很刺激 這個遊戲我想問看三位專家 你們覺得喜歡 不喜歡幫我們舉個牌 好不好 請舉牌 請舉牌 好喜歡 有沒有覺得哪裡需要改進 或者是其實你今天很完美 我覺得像我們常常在節目裡面 會告訴小朋友 因為他們就是得失心很重 所以我們會設計說贏的可以怎麼樣 像我剛才說你們沒有說輸了要怎麼樣 我們會說贏的或輸了會有兩個牌 就是機會跟命運 我們會告訴他說 雖然你贏了 你可以選其中一個 但不一定好 然後就是你先選 你先選 例如說我們可能會吃布丁 你可以先吃 你可以選口味 第二個就吃剩下的 好成功喔 可是 所以其實輸的也不一定會選到真的不好的 他可能先說說我是等一下選剩下的 那可能他贏的只是選到這個不好的牌 所以告訴他說輸的不一定不好 贏的也不一定真的好 喔 很棒 對 學校學校 先準備那種神秘禮物 高招 對 所以讓他們也可以面對自己輸的那個情緒對不對 對 比較不會覺得輸了就 對 對 所以我說贏的就是 贏的打拔抱抱一個 以後就沒人敢 抱一下 不要贏了 不要贏了 灑水 對 所以太慘了吧 不錯 謝謝 這很好玩耶 不錯喔 而且很想吃 用UNO牌還可以倒轉什麼的 哇你很懂耶 太棒了 我們來看下一位 好下一位來看看 歡迎J媽 J媽要介紹的是 現在很流行這個 疊疊樂 疊疊樂 一般的疊疊樂就是這樣嘛 我們就是抽 那他這個呢 就是有一個 新玩法 來給大家看 欸你這上面寫的數字耶 對 這很簡單 這很簡單 我們就是這個玩膩了之後嘛 我們拿一支 起筆很簡單 在上面寫上數字 那 再拿出這個 骰子 哎呦 對 那像小朋友啊 他基本上一到六的數字就會認識嘛 那我們就 骰這個骰子 那你如果弄出是 比如是五好了 我們就 有幾年啊 上面寫著 五的 木條 對 很難耶 只有兩條而已 小朋友 小朋友可以練習認識數字 那我們寫的時候 我們可以多寫幾組 對 就是數字多寫幾組 這樣就會比較有挑戰性 那如果呢 就更進階一點 我們可以玩加法 我們可以先再多寫幾個數字 這樣 因為他這個上面就是 我們可以多寫幾個 我看你寫到四十幾 那是後來是成法是不是 寫到四十幾 對 你可以玩成法的 對 比如說我們 那個 骰到三 我們可以拿三的倍數 對 像國小小朋友不是會學 那個九九成法 你可以訓練小朋友想很久 對 比如說你三的倍數 你可以選哪幾個 那他這邊就有很多 他可以去選三的倍數 那這個我先喔 來 來 大家一起來 好 那我們這個是加法 我們是簡單的加法 三的倍數是七嘛 七 對 那我們就找到這邊有七 媽媽你找七 我要來囉 七在哪裡 就是用緊定的實在太難了 七 七 有就拿到七 七還蠻簡單的 叔叔 叔叔換你 好我來 加法成法都可以嗎 那三個一樣就是抱子 甩到抱子那就是他就可以 不用選有些數字 隨便他選了一個好運動 就等於是比較簡單 你可以自己認選 那你自己再選一個 好啊 不要啦我要挑戰性 你要挑戰性嗎 三三得九 高難度的高難度的高難度的 九 九 好該我囉 哇塞怎麼都在這裡啊 該我囉 四加三得於七 七 沒有七了 拐匠七 好像被我 剩下也抽到我了 三四十二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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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錯了 你現在推的是十五 對 上面那個 上面那個 三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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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自己手眼協調就不好吧 對啊 對啊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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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自己要上來 對 輸的打八點 輸的 十二 十二啊幫你拿十二 OK 不能不啊 這很難協調 這個問題不是你的問題 玩疊疊樂 一定是兩層是不同方向的 是不是 這邊剛好是兩層同方向 喔 那種 對 趕快換一下 還錯了 換的時候 因為其實小朋友很常會有這種狀況 他連放這個東西 正的跟反的 一個要直的 換的時候順便把十二 趕快推出來一下就好 喔 瞬起來 你怎麼一直叫人家作弊 有有有 十二好多遠 這邊還有一隻 會不會倒 哪裡還有一個 十五的旁邊 是十二 這裡有十二了 這裡有十二 你看這真的很訓練 手眼線 可以啊 所以十二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怎麼那麼難 而且玩這個不容易耶 不容易啊 對 阿凱老師來一個 我來啊 其實我剛才想到一個 一個玩法 什麼 來我先丟 5分2 5分2 糟糕 我發現上台真的 加法會加不出來 所以不是只有我們是好朋友 我嚇一跳 我加了6 不是7 對7 它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它可以不一定真的找7 它可以找其他更多的 如果你願意 我找6跟1 加起來是7 喔 加起來是7 對 所以我們另外一種 我們常常老師會 數學停位出 7 你可以6加1 還有多少 可以加等於7 好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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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假課10 我在這一堆裡面 倒的裡面要找到10 立起來 所以接下來一個 排到最後 是不是大家一起玩跟骨盤 然後可以拖出來 喔 是不是可以一直玩下去了 就可以玩很久 哇嘶 聰明耶 對 到後來我們也可以把它搭成一個火柴 然後就點火烤肉 然後就點火烤肉 對 對 對 好玩喔 好有香香耶喔 還有一些 其實還有這個顏色的 對 對 我們要舉牌 要舉牌 三個專家 所以對於這樣 其實疊疊樂很多人家你都會用 對 電話型 數字 陳法加法疊疊樂 三位專家 不喜歡請舉牌 好 都喜歡 香蕉哥哥像這種文法 你還有一些新的文法 他們家都是用香蕉啦 他會被水光打 所以我怎麼玩就對了 就是像媽媽要這樣玩的時候 我覺得他可以用那個 有圓形的貼紙寫 不然你寫完一次下去 對 也是就可以把它撕掉 對 你就撕掉 然後下次就可以玩不一樣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遊戲 還有一個最好玩的地方在於說 因為在關鍵時刻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小朋友的手 甚至大人的手都會抖 對 對 所以發現為什麼 黃醫師後來選擇小兒科 因為那個外科手術的時候 才比較穩 對 這樣你還可以趁機看著小孩 有沒有這個 假狀現抗 當醫生的 就對了 對 這個大概多大 開始可以玩 這應該 兩三四 一般小時候大概 五歲以上就可以玩 五歲 因為我一想到跌到那麼高 因為我兒子有一個最大的樂趣 所有東西跌到最高 打扮 對 對 然後誰要去收拾善後 媽媽就在那邊 一根一根的剪 然後還要到那個沙發的後面把它分出來 喔 所以 她現在可以四歲對不對 四歲 可以試試看 可以玩 她剛好現在認識家法那些 已經有朋友 對 好很聰明 謝謝 謝謝 謝謝可以嗎 請接著來看看這個是比較大型的遊戲 歡迎維茫 維茫 維茫今天要介紹的是 來大家先看看一下地板 你們覺得今天要做的是什麼 爬了嗎 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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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房子 跳房子 對不對 天堂路 天堂路 小朋友爬一關 沒有下去 因為我有一次帶我兒子去逛夜市 然後夜市不是都有那種 譬如說套圈圈 對 投球的那種遊戲嗎 然後我兒子那一次就是第一次玩到投籃機 他整個迷上 你知道那一籃就是你可能一百塊一籃 然後小孩丟的速度其實很快 那爸媽也跟著燒錢 對 對然後而且小孩的其實 投重率非常的低 我們那時候我記得 我們那時候花了大概七八百塊 然後我老公在旁邊整個臉綠掉 說你要投到什麼時候 然後因為我兒子賴著不走 他就一直很想玩 最後我老公是直接把他強行抱走 就哭得很可憐 然後每次就是經過像大賣場 不是也都會有那種遊戲區 都會繞著走 對我們都一定要避開 因為他只要看到他 就一定要朝著要玩 下次應該把老闆才能抱走 因為老闆不在啊 不過後來就是我就想說回家 那因為我老公他其實也不願意花那麼多錢 在投籃這一個 對 因為他覺得很浪費錢 投了也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換了一大堆就是也不值錢的玩具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不如就在家裡自己做投籃機給小孩玩 你真的要做投籃機 對 怎麼做 我今天準備的話 是總共準備了21塊的草皮 那其中4塊呢 我會把它這樣子對切 切成一半的 對 所以完整的會有17片 然後這一個對切 會拿4片完整去對切 總共也會有8片是一半的 那我們就是開始看了 你看以這個為中心 左邊3片 然後右邊也3片 都是對秤的耶 左右跟下都各3 拼完了左右下之後呢 我們再往上頭跟尾各3片 就是都是以3為基準 那剩下我們對切的呢 我們就會先把它拼在就是 擊球走道的這個兩側 喔 這樣立起來 喔 這樣立起來 對 所以最後呢 我們就都setting好了之後 再把它立起來 就是可以跟著小孩一起做 就先請小朋友說 幫媽媽這邊扶起來 我們一起把它結合 喔 媽媽我來幫忙 來 妹妹來這邊 謝謝 媽媽也小心喔 媽媽要把它弄進來對不對 對 我們就一起 像這個的話 因為它必須要可能家人一起合作 因為要扶進去 對 那如果想要增加它的穩固性的話呢 就是可以用譬如說3秒焦 增加它的黏熟度 會比較穩固 所以你足心怎麼跑到我們家 喔 我現在要送瓦斯的 順便來幫你做這個 哥哥妹妹不要搶 哥哥妹妹 我們家是天然瓦斯 你幹嘛來我們家做瓦斯 不如發生的啦 媽媽的朋友 這樣好嗎 然後這邊後面也是都要把它立起來 其實就是它立起來的時候 要把它那個結構都弄在一起 哇 這結的 真的好 其實全家一起幫忙 大概5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都把它拼好了之後 就半成品之後呢 我們再取一個完整的 完整的 放在這裡 小心喔 對 它其實熟型已經都出來了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耶 對 它很簡單 它很簡單 而且這個又安全我說真的 對 不用擔心啦 然後 巧編遊戲 然後就可以買一個 這種幾十塊的藍石黃 我有問題 這個要去哪裡買 這個像大創都買得到 而且還幾十塊很便宜 像那種乾媽甲那種傳統店 乾媽甲就可以買得到 喔 你就把它掛在上面 聰明 對不對 然後 聰明喔 然後呢 因為你們丟球的時候 你一定要讓球 可以想辦法滾到那個位置 喔對 因為球會卡在那邊耶 所以你還要再準備一個 完整的一片 然後把兩側凸面把它切割掉 然後就放在這邊 裡面 喔 你做一個可以 喔 斜斜的 喔 斜斜的 斜的可以滾到 迷你籃球機了 走到獨棠 走到獨棠自己動就對了 對 哇 那我們請香蕉 哥哥出來玩 好 來 這個我最喜歡的 抽籃 哇 這個球差太多了 好好玩喔 而且很好玩喔 嘿 哇 好厲害喔 哇 好棒喔 這個會很想中口的這樣耶 哇 就跟夜市的一樣耶 哇 跟夜市那個一樣 欸 可是媽媽 那像那個夜市很多有左右會動的那個籃球框 那個可能沒辦法 爸爸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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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男生就很喜歡玩投籃 對耶 他也是籃球 沒有想說他應該這樣親自一起玩 而且我覺得如果是海頓嗎 你知道他還會在那邊弄那個 聲控的氣氛吧 丟下去就幾分幾分 對 對 還會這樣子 很齒輪 而且你玩好之後你就可以跟小朋友講說 欸 球的家都在這邊喔 對 你這樣球也不會散著整個客廳到處都是 這個很棒耶 對 這邊啊 欸 那我又問 那球去哪裡買 球也是在大雙或是 都一樣 對 玩具店 文具店都買不到 球池 球池長大都可以玩這個 哇賽 通安全的 這個很棒耶 來問一下我們的專家群 喜不喜歡這樣的籃球機數到三 請 舉牌 真的耶 這個一定很喜歡的啊 真的耶 對 連不打籃球都阿凱老師應該都是 而且這個其實不是只有在家裡面適合 我覺得其實如果有家庭那種 朋友的聚會 對 所以你就組個三組 然後在那邊攝攤就好 哇 直接讓小朋友就在那邊自己玩 然後還可以登組冠軍什麼的 真的 真的 我覺得有建議是他可以 讓小朋友去自己選他要的顏色 或是裝飾 對 因為我們有做過這個 他自己做的他會特別喜歡 他會說媽媽做好我不想玩這個 他如果自己做 他說這我的你們來玩 因為他是老闆 這個我想要組而已 因為我家還有這個 對 然後他自己組他真的會珍惜 他會覺得是我是老闆 對 對 他就會 你們就去玩 我們也可以不用等海頓媽出現 那個請問那個 剛才那個 哪一個 你的琴 請 就把他放在下面 小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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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芯其實有很多的變化 這是好方法 對 好棒 謝謝 謝謝 這個我好喜歡 好 既然這個是大組的 緊接著更大組的 更大組 因為在家一樣很多廢物力 不是廢物力 把東西得到更好的發展 好不好 我們來歡迎 倩倩 倩倩要帶來的新招式 其實啊 我在我兒子還會 就是他剛開始會抓握的時候 我就買他人生第一頭 那種木頭積木 就那種家裡都會有 對 然後他很喜歡玩 小朋友都很喜歡玩 然後所以我就那種積木類玩具 我都會買給他 像我們家有樂高啊 有鬆毛積木都有 因為他每天都會玩他們 然後有一天啊 就是我們全家去逛大賣場 然後我們就看到有一組那個 迪士尼的拼圖 吉姆 就類似這樣子 然後上面有迪士尼的圖案 是不是現在那個大賣場熱賣的那種 對 然後 瘋狂大熱賣 對 我朋友 不是我朋友 我兒子 我兒子看到的時候就在那邊 就他很想要啊 可是因為那個真的只有幾塊而已 我老公就說 這樣幾塊要399 然後我兒子就哭了 他就在那邊講拼拼拼拼 結果就像妳說的 嗯 一個禮拜以後全台大缺貨 網路上搬兩三倍的價錢 哇塞 九百多 然後我就覺得我老公 真的是幼小氣 我想買的啊 對 我就決定我會圓我兒子 一個拼拼的夢 嗯 然後家裡大家不是都有這種 木頭積木 是 其實就是已經都 而且有的還有那個英文字母 而且我現在那個英文字母 都還少了好幾個字母 對 但是就是我們可以就是 就是把它就拿來做 算是第二次的利用 對我們就不要丟掉 我們繼續玩 你看這裡 我就把它拼成一個 其實你要拼成正方形 長方形都可以 是 那為什麼它不會散掉啊 因為我有黏 黏 就是我就是先拼成一個正方形 然後我有量它的尺寸 它就是15公分 15公分 然後每個大家的積木大小不一樣 就可以弄大一點 對那你就可以看你的積木尺寸 然後我再畫一張圖 我就畫了一個 畫一張圖 這你畫 對 這不是配出來的對不對 不是不是我自己畫 你很會畫耶 其實你可以這樣給我自己畫一些 小孩子自己畫一些 對 可以起來嗎 因為不知道自己在畫什麼 對 可是它搞不好也會很開心 因為都是自己做的 但是因為它很喜歡米老鼠 它都會叫它 七七你你這樣子 所以我想說我就畫給它 看到很開心我就很高興 對然後我們又把紙 就是用雙面膠貼著就可以了 很簡單 然後貼在積木上 然後再用美工刀把它割開 割開 這樣就變拼圖了 對 就變這種市售拼圖 而且不用花到什麼錢 對沒有就是要畫而已 你這樣超厲害 因為我可以多畫幾張 我每一面都貼不就 對 沒錯 我每一面都這樣 沒有面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好耶 那我現在把它割開囉 它真的很簡單 那割要很小心喔 好 切就是爸媽媽來切就好 對 其實這樣子已經分開了 哇 而且真的很廢物力 你看有的長有的長 這好聰明喔 這招 像這已經玩了一年多的積木 然後可以再繼續玩 對 然後你還可以畫不同的圖案 而且老實說到最後 他長大起來都不買 不玩這個東西 對 人家有個米積木 到最後都是我們狗在吃 狗不會買積木 狗都快 而且其實如果 不善於畫的話 其實你是往上噴一下而已 但是 就一定說一定要自己畫 或是像我爸媽講的就是 讓小朋友自己畫 對啊 自己畫也很棒 好 這樣就割完了 然後它就是這樣一個一個的 喔 這個厲害耶 對我們就可以稍微弄亂一下 哇賽 然後它就變拼圖 哇賽 然後就是 就可以照它的把它拼回去 原本的樣子 然後像我爸媽講 我覺得六面也很好 就是在更高階的玩法 其實我建議就是說 像玩這個啊 還可以就是把那個餅乾和 鐵盒 鐵盒 因為像它可以固定在那個裡面 喔 它會可以收 它又可以收起來 喔 就可以收在餅乾 就可以好收納嘛 喔 就會散開來 喔 所以其實這個方法還不錯 等於是讓金木那樣 重新利用 給予它新生命 對啊 而且它如果拼這個圖案拼膩了 你就換新的圖案就好了 喔 真的 而且其實就像那個六面的話 其實真的要拼很久很久 對那其實 比較難一點 喔 可是六面的話就可以 每一次 對就是主題不一樣 有的是它最喜歡的小動物啊 有的是它喜歡的人啊 有全家福啊 有全家福就要避免嘛 就剛剛像爸爸那樣的 Case就是 欸裡面就是九個 最後拼成六個 因為只有他跟媽媽 爸爸的就丟掉旁邊 可憐的爸爸 欸這真的很好 因為尤其你看 這個金木當初買也不便宜 對啊 這種 德國的無毒 對 而且家裡都一定會買 對 然後你再買一個無毒的拼圖 哇 那就是乾脆 欸其實這樣做 一筆錢可以 升天 老公夠小氣 激發了我的 謝謝小氣的老公 謝謝 謝謝 接下來帶來的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 多錯了 耶 都好像很負心人喔 超喜歡這個 這個連大人都很愛的 對啊 你們裡面放現金的話 哇 還是做一個 還是做一個 對 對 因為像我們家小朋友 就是每天呢 他們幾乎都是 很愛玩戳戳樂 對 所以呢我之前就是 留下來的盒子呢 我就是沒有丟掉 就是廢物力 對 之前的戳戳樂的盒子 因為像戳戳樂戳一次 幾乎就game over 就沒有辦法玩了 對啊 對 所以我就是把盒子留起來 然後再另外再用包裝子把它包起來 對 又像是一個新的戳戳樂一樣 對 那我就會準備一些 呃 比如說 文具啊 橡皮擦 或者是革心 然後就是一些小禮物 很省耶 而且是放那個用過的橡皮擦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沒有 送的新品 好爛 不是說要省錢嗎 還是 還是這個項鍊啊 鑰匙拳 不過這個很好玩耶 就是很好玩啊 對 超好玩 對 還是小零食啊 對 我說小零食我怕 對 好開心喔 可是我剛才發現 可是我剛才發現 他放舊品也可以 對啊 小朋友知道機會命運 就是你放不一樣 也不錯 而且是好的東西 那家裡一定都會有這個啊 好方法怎麼有 對 適合這個也是比如說大創 還是說 很多地方其實都買得到 對 那之後呢 像 我就會 再兩顆骰子 或者是三顆骰子 對 那 還有製作一個 就是 一個數字跟顏色的 對照 顏色是幹嘛的 顏色 顏色 因為我女兒現在國小 她們在上水彩課 然後我就問她說 你知道白色加上 紅色水彩會變成什麼顏色嗎 對 對 叫她色彩學 就是變成粉紅色 或者是說黃色加上紅色 紅色 是什麼顏色 橘色 對 所以我就會上顏色在這個方格裡面 好動喔 然後還有數字 對 數字就是比如說他們 學校現在加減乘處 對 那我就是兩顆骰子 好 假設我們先放下來好了 嗯 好兩顆骰子 這個也可以玩到開根號了 啊 好 兩個是 抱子 沒關係 假設4加4等於多少 8 8 對 那你就戳8在哪裡 哦 8在這裡 對 它猜對正確的數字的話 就可以從這邊戳下去 那也可以比如說4加 4乘以4等於多少 16 16 對 那16在哪裡 對 那其實在這邊呢 我們需要的工具是白膠 白膠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盒子 上面是不是都 每一個那個方格 都會有一個間具 其實這個都要用白膠把它黏緊 哦 對 這都戳下去 你旁邊的紙是浮起來 哦 對 裡面是瓦樂紙 對 這是瓦樂紙 其實我倒覺得 那幾個顏色的點啊 可以不一定要放禮物 裡面可以放一個小紙捲 裡面寫著比如說 爸爸 金星啊 你知道嗎 沒有 只是送東西 有多一點人際的互動 甚至 放空的都沒關係啊 對啊 如果是我們遊戲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所以不會讓你想像阿甘正傳那部片影嗎 他就講說他媽媽跟他講說 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你永遠不知道你會拿到哪一顆啊 那再來還需要雙面膠吧 雙面膠 其實 盒子的四邊把它黏上後面膠 固定 固定一下 好 我覺得有點聰明 因為這個其實小小孩也可以玩 對啊 小小孩就全部改顏色 讓它改顏色 對 那這好 這好大的小的東西 是黃色 黃色那些的 就是字母啊 A到Z 對 英文字母也可以 就是可以自己設計一下題目 那我們現在就把 邊邊把它黏起來 好 其實很簡單 而且可以一直重複利用 就可以 寒假的時候過得在家裡殺時間 真的 真的 欸不錯欸 就是新的啊 對啊 就像新的一樣 好簡單欸 這個很棒欸 對啊 這樣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快 哇 哇 老闆看 老闆看 現在準備先來 真的啊 老闆看 戳戳的最刺激了 最好的獎品是什麼 最好的獎品 用過的效應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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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來回精采還是 六 六 六在哪 六在哪 他找不到這一個 好 哇 好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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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對 是什麼 是一個機器人還是飛機 這要自己拼耶 這要自己拼耶 飛機耶 還是自己拼著拼著 飛機耶 對 這很酷 對 等一下 等一下 阿蓋老師來 阿蓋來 尾巴來 像我們人人都有講的今天啊 我感覺好好玩喔 好開心喔 對啊 阿蓋老師 用成的 現在成法喔 成的 成法 一成一 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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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你選哪一個 選顏色 選顏色 什麼顏色 你選 藍色 黃就選黃吧 黃啊 黃啊 黃 我還沒講講而已 來 黃 是什麼 好大喔 剩筆是什麼 另一個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可以 來幫試試看 也是成的 也是成的 好 四成一 四成一嗎 那就真的是四了 好 他好像是餅乾 我都沒記錯 錯不下去 不是耶 為什麼 不是 來得啊 哇 現在講才出了 那會接你跳 真的嗎 我覺得這比他要玩 是不是 我也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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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乘二 一乘二 你們都是一 喔 比心 上比心 上比心 要掛的比心 不錯啦 為什麼要省錢 幫我開氣 其實你看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五三四五格耶 對 三四五格 如果一天玩一格 可以玩一個多月 是不是 對 今天表現很好 你可以玩一次 對啊 很開心 對 你這個月都乖的話 我讓你從月初抽到那個 月尾 對 因為很乖 我覺得也可以做一盒送給老公 譬如說幫我洗衣服啊 他只做一盒 只做一盒鑑定 你們要放什麼車鑰匙嗎 我覺得王醫師說的蠻好 就是過年的時候 可以玩一點大人嘛 對 就弄了小紅包在裡頭 也很喜氣 讓長輩抽他們也很開心 對不對 對 抽個一六八之類的 那請問三位專家 你們覺得這個遊戲怎麼樣 請舉牌 喜歡 你覺得你會組好了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組好 這個真的是適合小朋友 我手都放不進去 就老花加他手抖就沒有辦法 可是非常可愛 對 這個禮物讓你欣喜 這樣 因為他喜歡 我覺得這個 這個在設計的時候啊 甚至我覺得可以比到 像那個尾牙有沒有 就是你還可以告訴他說 其中最大獎 然後有一些驚喜是什麼 大家會因為他不知道 裡面是什麼東西 他會知道最好的 或是一個什麼樣會在裡面 15條巧克力糖之類的 因為你那時候就會有很多期待 想說我一定要抽到哪一個 哇塞 開心了吧 好 謝謝 緊接著五位小孩的媽媽請出場 我爸媽帶這幾招是 這是什麼 這個是大型的積木 因為我們家的小孩多嘛 那你知道他們男男女女 喜歡的又不一樣 像女的就喜歡玩家家酒 然後男的就喜歡玩汽車 小車子 然後最小的喜歡玩疊高高 所以你知道這個 這個積木很有用的是什麼 小朋友可以自己拼 對 我們家小 大二寶可能會喜歡玩一些什麼 自己拼成一個房子 然後我還可以把它拼成一個 來我現在馬上來組一下 很有趣哦 你們猜猜看我要組什麼 這個會變成 城堡 城堡也可以 城堡也可以 你知道這個就是要給小朋友一個 建構的概念 自己做DIY 長大會蓋房子 對 你要當建築師 哦這樣才對 對對對 然後在後面 因為剛剛那個卡住 好可以 你知道嗎 我不是說我家的那個 三四寶喜歡玩車車嗎 那就是一個 劉小狗 哦 我家五寶沒有喜歡玩疊高高 哦 你可以讓我 大概是怎麼樣的玩 一個小朋友的體重 對 一個小朋友的體重 可以 好 沒關係我怕邊扶手就不用了 好 我上去嗎 對啊你上去 裙子方便嗎 方便我裡面有穿褲子 好 可以啊 好 好 好 小朋友的話就可以 這小朋友真的可以耶 我腳長 但小朋友溜下來是沒問題 好好玩 有有有有痴瘡我不要死 對 對 可是我們在這裏寶 或是在我們家兩歲三歲 其實這個 這個也很容易滑下來 對啊 而且他們很愛 你很愛很愛 很愛 他們都喜歡蓋城堡 有什麼沒有 創意十足收給你一個 No.1 第一 哇 對 真的很好 今天跟小朋友朋友 來家裡玩的時候 他們就一起主題目 哇 那你說變城堡會變成怎樣 啊不是變城堡 是我們家 小孩子還玩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二寶 他比較 那時候他組的時候會嚇一跳 他射了幾個 來那個 哥哥啊 你起來了 來來來來來 不要理這個 要拚什麼就拚什麼 對 小男生第一件說的事情 就是趕快搶 你給我 我又要下 我的 我又要搶 他要拆開 我的 他有看到12年 是我的 對 12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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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好玩 他還有創意喔 重點是 坐那麼久 麻煩還沒拚好 麻煩不要緊張 不是 藝影這樣 直升機 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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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要卡好 不然就會掉 我剛剛就是一直掉 真的要卡好 其實巨型的東西其實還滿有趣 就是他其實小朋友也不會受傷這樣子 很可愛的 超強的 然後又可以做的比較大型的東西 像是溜滑梯之類的 或是像你們講的車 對啊 其實從拚的速度就知道創意 誰比較多 對 男生對肌肉做的關係 創意比較多 所以我都在想 所以我沒有做錯 對 好 但是像這樣子的東西 要請三位專家 你們覺得如何 因為這也算是 把之前我們喜歡的肌肉 然後再重新再利力 我們變成小朋友 最喜歡的溜滑梯 有我感覺其實有累 大家喜不喜歡 請舉牌 非常喜歡 謝謝 真的 其實像這樣子真的可以消磨一整個下午 對不對 而且它可以變成生活化的東西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 譬如說我小朋友想要坐一個椅子 家裡沒有椅子 他今天就拿這些筋膜來做成他自己的桌椅 或者是我需要一個手機架放充電的地方 他也可以設計一個 很帥 像我今天就帶那個我兒子 不是Dembo 這個 他自己拼 就是自己拼的 他自己拼的 現在的那種積木 其實都可以把它拼得非常的精細 對 比如說把它拼成一個車子 變成機器人這樣子 這超棒的 其實我發現男生在積木的這種拼結上面 其實我覺得最有幫助的地方 在於他們會有空間感 所以你知道小時拼積木 大時拼組合家具 對 所以我家裡如果有一些系統家具 組合家具 他會看著那個圖 然後知道 因為它有空間感 所以他會把平面的 想像成立體的感覺 很強 所以他就會幫忙把他 這是爸爸想偷懶的 對 其實在多年前已經及早 為這個事情做規劃了 而且維媽一直搖頭 長大了就改車 對 改車 那也很好 就是你老公 你倒了 對 而且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是可以激發的想像 但最重要我覺得是 媽媽或爸爸一定要陪著一起玩 因為讓他覺得 稱讚他有成就 對 那如果爸爸媽媽真的沒梗了 有沒有什麼方法呢 可以教教我們 如何打發這些時間 其實不用相信 我們的小朋友一定都有創意的 你只要把玩具拿出來 他自然而然就在那邊 他可能隨手動一動 就完成他的樂趣出來了 你只要剛才 香蕭哥哥說的 陪伴記得稱讚 你這樣看起來好好玩喔 你在玩什麼 你教我 還是那個創意馬上出現 他會告訴你 媽媽我坐了一個風車 雖然你看得不像 但是他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然後你再稱讚他 他會做得越來越好 所以今天呢 就是這些方法呢 希望大家可以過得 開開心心的寒假 而且這樣我還是講的 陪伴最重要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記得幫我媽媽好看粉絲 跟我們做霧道分享 掰掰 還是其實呢 我們都會很擔心 小朋友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情 是呢 大多數我們白擔心其實沒有 因為像 我爸爸開電視很大聲 然後我就想說 這樣會不會影響到小朋友 然後包括有時候 我吼得很大聲 我媽媽說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來問問大家 到底我們哪些行為呢 會影響到小朋友的聽力 我很喜歡把小朋友挖耳朵 會不會 挖耳朵 不會 那如果帶小朋友去那個電影院 然後很濃 會讓他暫時性 如果他剛好在喇叭旁邊 可是其實也不會天天都坐在裡面 應該還好 那如果像那種小朋友很喜歡 戴耳機聽歌的話 這個就要比較小心 因為他有可能你沒有注意 他一直戴著一直戴著 戴著睡著 然後聽一整晚 然後音量沒有調整 我想小朋友 我們最好還是保護他耳朵 不要用耳機就不要用 長時間曝露當然會有影響 至於真正會讓聽力 所以聽力受損的通常 有兩個 一個是因為 重兒炎 重點是沒有治療 重兒炎人人人會得 都不治療的話 會影響聽力 第二個就是一些 先天性的問題 那先天性問題 也包括第三個 就是用藥 因為你先天本身有 有基因的問題 你又用了一些不該用的藥 那造成耳朵性 簡單講大概這幾個原因 才會讓你輕力在 而童年的時期就受損 不然一般的孩子來講 不用擔心 偶爾有一些聲響 鞭炮 暫時性的牛死 不會影響聽力 那我有個小問題 你剛剛講到那個 耳機會有一點 那像耳機是耳罩式的 比較會還是 真的塞到耳朵裡頭的那種 越封閉的就越容易 譬如說耳罩是整個封閉 比較容易 或是現在有些耳機 它是塞進耳朵裡面 它裡面還會就是有一些 譬如說海綿什麼 把它整個塞住的 就越封閉的 越容易傷害 喔 了解 大家參考看看喔 中文字線 4 追蹤 4 4 5